歡迎來到台灣的聚君夜27日隔離出關後 原本傳出和大S預定要在28日一大早8點半 在離大S家最近的新義區護證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 不過因為無論是大S家門口還是護證事務所前 都已經有大批媒體駐守等候 讓大S臨時改變主義決定請委託代理人到現場辦理 根據護證人員表示 如果像是大S和聚君夜這樣 已經在國外完成結婚登記的夫妻 有了經過外交使館認可的文件後 就可以以授權書方式委託他人代辦 但前提是文件得先在國外就已經申請好 否則還是需要其中一人親自到場 而據悉兩人目前已經完成了正式的結婚登記 顯然大S早已規劃的相當完善 不過許媽媽在一早又花攻擊圖宣洩不滿 稍早表示自己不清楚女兒要登記的事 也還沒收到和女婿吃飯的邀約 覺得自己不在場 他們反而還比較自在 而大S經紀人則發出聲明 正式兩人已經完成手續 不過結婚紀念日期 是以在韓國登記的2月8日為準